來歡迎回來無名的世界 那今天呢我們來講一下新手小教室的最終集啊 最後一集 那因為在之前的時候大家在事實上已經把這款遊戲的所有玩法包含 不管是武學啦 然後各式各樣的流派啦 然後還有一些判定的機制啦 然後其他的一些養成小技巧 大致上都介紹完了 其實這款遊戲的深度沒有到特別的高 但是研究起來的判定一些機制法其實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那最後一集就來講一下這款遊戲來說最重要 然後也是花你最多資源 然後也是算是最看你運氣的 那就是裝備系統 這款遊戲的裝備系統算是真的是做得很不錯啦 因為他的變化度很夠 然後他的一些強化屬性啊 養成方向其實都還蠻有差異性的啦 那所以今天的話來介紹一下 那介紹完之後大致上這款遊戲就差不多都介紹完了 剩下就是未來自己大家的養成方式啦 或是未來官方看會不會出額外的新武學或是一些調整這樣子 好來那今天的話一樣就準備大概有關於裝備的所有的一些文章 然後包含一些基礎 然後還有一些我自己的一些心得 然後還有大概未來 因為很多人問最多的啦 一般都是翠風的那個方向 因為很多人不知道他自己的武學 大致上翠風的方向要如何去選擇 那選擇完之後要如何去把資源投放在哪邊 因為如果你同樣的資源 你投放在對的地方跟不對的地方 其實那個強度差異還蠻大的 然後再來也有兩個棍坑的 一個是特效一個是武效 這兩個是最坑的東西 那這個的話就要看你個人的一個財力跟你個人的選擇這樣 好那我們大致上先快速介紹一下 裝備系統在幹什麼 這個遊戲的話總共有八大裝備 就可以看到就是武器這些都有八大裝備 那這些裝備各式各樣會提供不同的屬性 基礎屬性是固定的 附加屬性總共有八個屬性 那你一樣是要洗出來的 靠那個打造起出來等下會介紹一下 然後再來是強化屬性 然後再來是翠風 這個都是你平常的那個強化這些等級這些東西 然後他會額外做一個加扯 那最重要的一個裝備會有兩個特效 一個是那個基礎特效 然後一個是那個無效 這個是加在我們的武學上面 然後這個是加在我們的那個屬性上面 OK 這是一個裝備系統 那整個裝備系統的屬性 大致上整個人 全部的屬性就在這邊 可以看到你自己的一欄表這樣 那裝備的打造鐵匠鋪這邊 總共有四個東西 那第一個是強化 強化的話就是一般來說就是我們強化等級 然後每到就是每二十幾 一百六一百八這樣子他會有一個階級 然後每個階級他會額外再增加這個屬性 所以基礎來說 每一個 每一個磁條在打造的時候建議 你不用把它完全打到一趴 一般來說的話大概到0.6趴就差不多 平均先升到0.6 那如果你平均都升完之後呢 再全部再往上升 那因為這個等級是每二十幾跳一級 所以這個東西的話 不要把所有資源都給他投在 每一個都要把它打造成最完美 沒有 那他是 那個算是全部累進的加成 所以你只要全部累進的那個平均等級有到就可以了 好 這是那個強化的部分 因為反正說這個不會有問題 因為這個完全看你強化石的多寡 那他就這樣做過嘛 強化石就是自己去那個商店買就好了 那再來是比較重要的翠峰 翠峰的話等一下用幾個文章來介紹好了 一樣這個八個裝備都有不同的吹風方式 那吹風的話一樣 起鍊的部分的話可以像那個預覽這邊 每一個位置會有四個屬性讓你選 那這四個屬性的話 比較重要的一般來說就是攻擊聚器 大概就這兩個東西 這兩個可以選 其他部分的話一般來說都不太重要 那比較重要另外比較重要的裝備 一般來說啦是武器跟那個那個手座 一般他們是可以起攻擊 而且他們的一個加成屬性會比較高 那八個裡面最不重要的就是裝備 因為裝備來說的話他只能洗出這四個屬性 那一般來說這遊戲氣血啦防禦啦 都不太都還好沒有到特別重要 那內力的話有撐跟沒撐其實也差不多 那所以一般來說如果你的防禦那個裝備的話 一般建議是洗功力啦 如果你功力比別人高的話 一般就是你在隊長的時候 至少你可以讓人家撩5%的血量 喔這個一來一回其實還蠻多的 OK大概是這樣就是洗練的部分 然後再來是打造 打造就不用說了啦 一樣啊拿裝備去打造 然後平均去 兩個磁條以下是紫色的這個石頭 那如果是三個磁條以上 那就是黃色石頭 那如果是五個磁條以上 那就是紅色石頭這樣 那一樣隨機的啊這個 特效啦跟這個武效 這個都是隨機打造出來的 然後再來是繼承 這個遊戲的繼承是開放之後 屬性會大幅提升的一個地方 他的繼承的概念是什麼 就是你裝備的屬性 可以那個繼承20% 之外呢 所有這個那些武效啦 然後那個特效 如果你是穿戴的話 就是100% 那如果你是繼承效果的話 就是50% 就是砍半了 所以你看我玉石頭鍵 如果我是帶這個裝備的話 那那個玉石頭鍵的傷害會4% 那如果我是放在繼承的話呢 他只有2% 所以千萬記得 繼承的裝備 就是把你所有淘汰下來的裝備 只要有武效跟特效 你用得到了 一定要裝上去 屬性不高沒關係 因為這個屬性20%其實不多 最主要是這個武效跟特效 這兩個東西差很多啊 像比如說我的那個 五爆 那個那個爆擊率就可以加1% 這個東西在我們傷害頻率上 比如說勇猛攻擊也可以加1% 這個東西會比你屬性來說 差異比較大 因為這是加固定值 這個是加%數的 那如果你武效特效都有的話 這種裝備算是極品 那一般來說 一階二階都是隨便 一般來說先弄一階就好 二階裝備比較貴 一階如果拍賣行有不錯的裝備的話 都可以先拿來電檔用 那一般常用的一些 像譬如說這種武效 勇猛啦 五爆啦這種 攻擊力比較佳的 這種比較搶手的 在大家還沒有買之前 就先把它買好 要不然到時候 你看像我要繼承的時候 我就沒有好的裝備可以買 好 這是我們鐵匠鋪的四個玩法 那我們來看一下 大概的一些不錯的一些文章 那五階的話 一般來說就是在我們的武學 他會有一些 額外加成的這些效果 那這些效果的話 就寫在這邊 那這是他的一個 五階的一個特性 簡單說就是 有一些是實戰會增傷 有些會回內 有些會繼續增加 一般來說啦 就是增傷 聚器 這兩個是最重要的 其他的話都算是 比較錦上天花一點 那這是一階 二階的話也是一樣 只是屬性會變高 然後一二階一般都是過度的 三階開始才是重點 因為三階加的屬性很高 那這是三階 然後再來是幾個判定法 那之前我也在想說 這個判定到底有沒有 那這個是官方的回答 所以一般來說是肯定的 那第一個就是不同 位置裝備的話 如果是有同樣武效的話 能不能疊加 答案是可以疊加 簡單說如果我的寶劍有五 那個五爆 然後我的衣服也有五爆的話 他這個都是可以疊加的 這個不用擔心 然後繼承中的裝備五 五效跟我目前裝備的五效 如果是一樣的話 能不能疊加 答案也是可以疊加的 所以簡單說就是盡量撐 撐你要的屬性 像比如說吸內拳 就是撐防 然後撐減傷這些東西 那像我們羊刀 羊拳 羊劍 羊刀跟羊劍跟羊騎門 這種走高爆發傷害的話 就是撐攻擊撐爆擊 那其他部分的話 就是像比如說條件 你就撐劇器這樣子 然後再來的話 外攻精通的實戰增傷 跟武學的招式 能不能對的 就是能不能加成 答案是可以 就是實際增傷的話 是會對招式有所加成的 這個東西都是ok的 所以屬性的話 就盡量撐這樣子 好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有人去匯整 今天早上剛看到的 裝備一欄表 大家看一下 這個參考用就好 因為這個東西也很難洗 他這個武器 就是各式各樣的裝備 一二階 他都會有自己 那個 那個唯一的一個 那個武學的那個特效 這個特效 我是從來沒看過 有人洗出來過 這個應該是很稀有 洗出來的話 應該也不會有人拿來買 這個東西 這個比一般的屬性來說 強很多 像比如說 鼠面不驚啊 其然會合可以免疫心驚 這個效果 你看有多強 你看這個東西 洗出來那有多強 裝備就可以免疫心驚效果 你還不用帶招式 那這個都是我 那個屬性特效 這個參考一下 因為也不見得洗得出來 那如果你是追求 完美的玩家的話 這個表倒是蠻有用的 你可以看一下 哪個裝備 哪個特效是你需要的 那你大概就可以著重 去洗那個的裝備這樣子 那這個的那個 連結我會放在說明欄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 就是找自己想要的 最強的屬性 比如說這個 鷹內襲 就是如果你是 鷹那個鷹的 鷹系的武學的話 那你要免疫心驚的話 你可以想辦法把它洗出來這樣子 好 那後面的話是他比較重點 如果你會需要 比較常用的一些實戰 然後 出類龐通 這些東西 啊這樣這個是 這個表是拿來參考用的 然後再來比較重要的是 翠鋒的一個選擇 翠鋒選擇一般來說 八個裝備嘛 一個裝備有三個磁條嗎 然後 四個屬性是固定的 所以一般來說 4吸攻擊跟攻擊 只有四個裝備會出 來看一下我們 目前來說 如果你是洗那個 翠鋒的話 一般是第一個 是武器 然後再來的話 是這個是什麼 這是腰帶 然後再來是這個項鍊 然後再來是 手環吧 那個 那個手鐲 手鐲 所以就是四個 所以一般來說 能洗出攻擊的 只有四個 那其他部分的話 鋸器總共有五個 那就看個人 防禦的話一般就是衣服 所以一般 四攻擊 那就是一般都是 四攻擊三鋸器 或者是兩攻擊五鋸器 看個人 那就是看個人的一個選擇 反正攻擊跟鋸器 之間的那個平衡 就是看你的屬性的差異點 如果你想要搶牽手 就是鋸器 那如果像我們著重攻擊的話 就是那個洗攻擊就好 那攻擊跟四系三鋸器 講過嘛 如果你是走 招式傷害或持續傷害的一個 流派的話 鷹拳啦 然後像比如說 調和劍也算是可以走攻擊 那像比如說是 羊刀 羊旗門 羊劍的話 就走四系武學傷害這樣子 那一服一般來說 就是任選一 一般但是功力我是比較推薦的 其他這兩個還好 那一般初期五鋸器 最主要是前期的傷害其實不高 因為大家傷害其實 這個加成起來 前期的那個 只有一階的裝備 屬性不高 所以你加成上去其實效益不高 但是如果 二階裝備開始起來之後 那個傷害開始 大家開始大幅起來之後 我們一般先手有些人就不搶 甚至你可以用後手 後手的話 你就可以全部洗傷害就可以了 好 大概就是這樣子 大概就是搶先手就沒什麼意義了 所以一般來說的話就是洗那個攻擊方式 那再來是裝備的選擇技巧 簡單說就是一二階裝備 其實很容易那個 像我們目前是推到 其實第十四張 十三十四張開始 我們二階裝備出來之後 大概一階裝備就會被淘汰掉了 就會把它丟到那個繼承那邊 那三階裝備應該大概是十九之幾吧 所以應該也是差不多兩個月的時間 所以到最後三階裝備 才是我們要真正花資源去弄的 一二階的話 弄個過度就可以了 那最主要是繼承的那個特效要有 所以一般就是 丟那個東西 然後20%這個屬性 那屬性很低 那最主要是 五效跟特效 要選擇你要的這樣子 好啦就這樣吧 這是他的一個選擇部分 那單屬特效 一般來說去 不要去追求屬性 去追求特效 OK 就是這樣 一般來說選擇大概是這樣 剩下部分就是這個 等屬性少沒關係 記得要選擇你要的 魅影神型 那五爆 這種東西的話 裝備就會比較貴一點 因為這個兩個屬性都很重要 而且是兩個都有 這兩種都有的那個 機率真的是蠻低的 然後像比如說這種 有些像這種屬性比較多的 就穿袋子用這樣子 那特效的選擇一般來說 就是如果你是走那種 招式傷害或持續傷害的話 那就是選擇攻擊 有猛啦或終極有猛 那要加到比較多才比較有那個效果 然後再來是暴擊 暴擊傷害這種的話 一般是給那個羊刀 或者是羊奇門 然後抵禦這種東西的話 就是給吸內拳 其他人沒什麼太大用處 那像我們那個那個 武學傷害啊 就是找實戰增傷那一種 那其他部分的話 像比如說每個裝備有唯一性的 招架啦加格檔 招檢加招式減傷 鐵甲的話是武學減傷 這個蠻實用的 然後抵制的話就是招式增傷 武略就是武學增傷 這個也很實用 然後高調就是加出手的概率 後期就加後手的概率這樣 這樣是唯一性的啊 這是唯一性的 那其他部分的話 這種6%這種減傷啊 鐵甲 這個很實用啊 然後繼承的話 你可以用鐵甲 所以你到時候吸內拳 變得超級硬啊 就是這個東西 所以這是每個特效的不同 然後裝備 六磁條啊 這個東西暴怒啦 可以增加增傷 鋼牆可以增加實戰減傷 這些都是比較特別啊 這些特別都是可以拿來洗出來的 然後再來玩陰拳要有的就是 就是那個三階 這是雙階裝備啦 那個要之後才會有啊 到時候大家可以去選擇一下 就這個 就這個啊 這個三階裝備啊 這個是最重要的 這個是那個 那個唯一的那個武效 所以這個東西的話 這個表還蠻實用的 到時候大家可以找一下自己 試用哪個那個東西 然後就是洗這個的裝備 然後把想辦法把它洗出來 那最後再提一下 那如果你三階裝備有確定的話 我們那個零斷石就可以拿用了 一個是打特效的 一個是打武效的 簡單說 就是我們可以去改變我們這個 強色 那個 這特效的話 我們就可以改變這個特效 那武效的話就是可以改變這個 簡單說 這個石頭為什麼要多呢 就這個石頭 零斷石特效 就是未來 我們開始要洗我們最完美的裝備的時候 你要假設這兩個石藥都有 那這個不是我要的 啊這個是我要的 那他可以單洗這個 你這些屬性都不用動 所以這個石頭是最珍貴的 這個石頭 到三階裝備開始 這個石頭 所以在前期的時候就要開始存 到三階裝備有的時候呢 前面都洗好了 特效武效也有了 但是雖然說不是你要的 也沒有關係 你就是用這個那個石頭 去洗 洗出三階裝備你想要 就是這些 獨立的這些屬性這樣子 好就這樣吧 這個三階裝應該還要在一陣子 可能還沒那麼快的時間 大家先把武學先搞好就好 OK 那最後大概這個遊戲 目前來說就講解到這邊 那剩下就是我們啊如何 把我們的陽劍啊 一些各自的流派啊 發揚光大的時刻 好 那再支持一下 我是選擾改收看 下次見再見 下次見